一大清早的捷運站就出現人潮 马路上也有很多准备去上班的机车组 而公车站牌更不例外 打开除之软踢脚工作 现代人面对职场压力 或是将来职压规划 时常导致忧郁的情绪出现 除了透过和朋友们一起跳舞 或是在公园里活动筋骨 抒压的方式还有很多 我平常的抒压方式是坐在阳台那边冥想 料理就是我抒压的方式 平常我都会学狗叫 我觉得那样子叫个两声挺爽的 就像这样子 这样 抒压方式五花八门 但其实甜食可以改变心情 其中根据科学研究 巧克力的效果更显著 会想要吃甜食 但不一定会想要吃巧克力 因为巧克力是一个选项之一 反正就是只要越甜我越喜欢 把块状巧克力放在热水中融化 接着配上饼干一起享用 但您知道巧克力为什么会让人心情愉悦吗 因为巧克力它其实里面含有多酚 那这个多酚在我们的肠道会发酵 会产生一系列的就是让我们快乐的神经传导物质 不过选购巧克力时也要多加注意 甜度较高或是添加成分较不单纯的 都可能会影响人体健康 甚至造成心血管疾病 以及肥胖的问题出现 记者刘宇廷 赖宏英采访报导